這些會不會是投信積極作帳的清單呢 看看上個禮拜買到現在的有誰 今天反而強的是聯電 而且連續看到有比較明顯的支撐 而且今天做一個突尾表現 還有長榮航太 軍工股 漢翔 另外日月光 奇邦 個股還有技嘉 今天也是買在前幾名 還有電影投控也抗跌 甚至跌生的望紅萬海 也出現在投信的買超 今年抗跌的個股名單中 不過剛講到的那些投信清單 有沒有積極作帳的清單搶先看 除了那些之外呢 這些呢 看看是不是最近的新題材個股 來請教建峰 看到有紅素 有廣基 有德維 有助龍 比較中小型一點的 對 其實都比較偏向中小型在做個超 像剛才前面講到 現在都在賣AI 那些大型股他都在做一個 比較偏向賣超的情況 那我就說了 其實投信我有發現到 資金有點在移轉 他還是在買 買多於賣 只是說他賣之前 漲很多的股票 但是資金轉到一些 之前經過整理的一些中小型股身上 例如說紅素其實也是AI 那廣基工業電腦 最近比較冷門對不對 那再來德維是車用 助龍是軍工的一個部分 那裡面來講 我覺得可以留意像廣基啦 因為廣基你可以看到他持股成本跟收盤 代表他沒有賺錢 他還賠錢 對 他還是賠錢 而且持股比例也才6.7%左右 那20天他也買了6.78億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廣基來講 其實最近他現行相對台股也是比較強 但是他也是大區間整理 有沒有 就我說的 他拉回 我們留意他止跌 但是往上走呢 那這邊100塊左右要小心的一個壓力 100是壓力 他大概是 大概如果說高低是90到110 他來回再做個震盪 所以我覺得這種個股 你可以用一個區間來做操作方式 在90附近留意止跌機會 買進 但是往上走超過100塊 接近110的時候呢 可以先獲利放口袋 對 可以先獲利放口袋 所以就是90到110之間 90到110之間 這是廣接的操作 好 那最近很強那個助龍 就是那個軍工對不對 對 沒錯 那當然他最近賺錢 是賺了蠻多的啦 你看台股跌成這樣 你看他持股真的像160耶 那現在股價已經到188了 對不對 他已經賺了 大概有快20%左右了 那持股比例也拉得比較高啦 所以說助龍這個股 我不建議大家馬上去做一下 而且他上面也馬上會練你一些反壓 對 剛好區域間整理了一個壓力 大概200塊左右 大概200塊左右會有壓力 那當然你看投信我買在這邊嘛 所以他持股成本比較低 對 比較低啦 那如果說這種個股往上走 還越遇到壓力的話 會盡量不要追 對 但是一樣嘛 這種拉回到區間低點 區間低點我們再來做一個留意 所以這種個股來講的話 就是投信的作戰股 畢竟9月也才要剛開始嘛 對 所以說你不集合去追 但是像這些個股 你去觀察他籌碼的動向 投信的動向 如果說下跌的時候 投信還是積極的在買的話 等於說他的一個持股跟他獲利的一個狀況 沒有拉開的情況下 那你再去做個留意的布局 好 駐龍在160的持股成本 現在188 但是往上看200是壓力 200是壓力 這是我們看到投信買超這幾個 好 再來看到 千付機密其實有人說也算軍工的概念 對 他算是航太啦 航太軍工的一個部分啦 對 因為他有接一些軍用的概念 那當然你說千付機密 你看成本也是拉開啊 那他賺的更多耶 但他持股比例不高 對 他持股比例還不高 但是他已經獲利兩成以上 這個個股他已經獲利兩成以上 所以說這種個股的技術面就很重要 你不要讓他去跌破 等於看他一路再創高 這其實說實話沒什麼壓力啦 因為他已經創高了 沒什麼壓力 但是原則上的話 他這一波是沿著五日線 如果五日線破的話 我覺得可以觀察十日線的買點 五日線破到十日線之間 你去觀察投信會不會繼續買 如果說五日線破 在十日線還沒破的情況下 投信又繼續買的話 可以留意買點喔 因為通常這種強勢股不會只拉一波 而且他還打出一個蠻大的底部 蠻漂亮的 我認為他跟漢翔有點類似 就打出一個大打不敵 只是他股價噴得比較快 對 然後投信獲利又拉開 情況下原則上十日線是一定不能破 十日線不能破 但是跌破五日線 我就可以去留意十日線的買點 好 謝謝建築告的大家 看看這就是作帳股的大解析 這些清單列出來 那哪些呢 在這個位置點修正當中 有沒有再接近的機會 特別留意 但也講到說 臺股的部分有人說 真的要迎接全年最佳的買點嗎 剛剛庭昊也講 如果在第三季 第四季這個時間 你如果沒有卡位上車的話 你可能會接下來會越來越追不上喔 為什麼這麼說 今天剛好呼應這個主題 真的九月買股可以笑到明年嗎 為什麼有這種說法 我立刻請漢城上來 我們先看一下近三十年的統計 我們幫頭說統計三十年 下半年的行情 臺股的漲率統計 發現七月還好 暑假還會漲 平均還有這個正報酬 那上漲機率是一半一半 五成一 但是呢 八月九月就綠的了 就跌了 但是呢為什麼說在九月以後 比較會漲第四季的行情 作帳啊 還有包括季底年底行情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是漲 而且越漲越多報酬率 還有包括上漲機率都高 這真的顯示著說 真的九月買股會笑個半年以上啊 真的假的 對啊沒錯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嗎 如果八月跟九月出現低點 一般來講年底到隔年都會有漲升行情 最主要是什麼 第一個法人公司派的年底作帳 第二個迎接要來的就是春節的資金行情 再來過完年之後 是各家公司會開始發表新一年的展望 一定都是樂觀的 今年營運可能都是很好 然後再來呢 三月份開始有什麼 董事會要召開 董事會來講就放股息的政策制定 就會有什麼 接下來除錢除息行情 所以從八月九月份如果看到低點 隔年十月份開始可能一路漲升到三四月 這樣的一個行情來講 其實過去這十年不只是這個統計三十年 其實我們統計的十年 如果說你看過去這十年 每年來講的話 其實都有出現八月九月十月 低點的一個位階之後 都是往上拉升上來的 來一個波段 對那漲幅來講的話 更高可以高達六千點 那一般來講都要一千點左右 所以金指來講 也有兩千點的一個行情 所以如果說從過去這十年來看 每一年八月九月到十月 如果有低點肯定都是當年的最低點的位階 所以就是你最好的一個佈局時間 就是在這幾個月的時間 好特別留意喔 如果真的是買在九月可以笑到年底 不管期待笑到明年啦 但笑到年底應該是可以 九月題材其實蠻多的喔 那但是我們要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營收八月營收 八月營收會好嗎 對其實從九月份以後啊 重點的一個題材非常多 而且今年來講還有選舉的一個行情在這邊 所以可以看到說一些政策做的一個利多體產 依然都有持續發展 就先來看八月份營收 是過了九月之後開始要公佈 那一般來講八月份營收是電子進入到旺季 最旺季的一個時間點 不管是開始拉貨一樣 新品的拉貨一樣 都在八月九月份開始有些營收 跳升上來一個時間 所以八月份營收公佈 一般來講 對於電子族群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利多訊息 所以會比較好囉 這一次 對一般都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的話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 還有什麼 臺北的國際半導體展 在九月初也要展開 所以當半導體這邊也開始回升上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展覽這一塊 尤其在黃仁勳這次旋風來之後 你看到只要有展覽 可能對於所謂的電子族群 都有一些刺激的一個效用 再來的話 就是臺北的航太國防大展 軍工對 軍工的一個大展 這一部分也造就到這一個禮拜 從上上個禮拜三 我們講到軍工 漲到今天都還在漲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 應該也有機力 而且是政策做多的一個題材方向 然後再來蘋果的新機要發表 iPhone15來講到新機在發表 應該在九月初會發表 九月中醒就會上市 那你說每年這一次來講 是不是就會有拉貨的一個題材 過去平概股都受到壓抑 因為受到AI資金的一個壓抑 你看很多股票都在低檔價回去 有沒有機會盤升上來 我認為今年還有一個很大題材是什麼 叫做Type-C 以往沒有Type-C 今年有Type-C 你又相關的股票 會不會有大爆發性的成長 那如果說發表出來 有Type-C這樣的一個題材 相關的股票應該會有一波行情 然後再來季底作帳 還有剛剛年底的一個作帳 所以你看他最近的一個投信 也大幅的一個買超 然後再來第三屆財報 跟到第四季的展望 也要再公佈了 因為九月份以後 開始要公佈到第三季的財報 然後再來經久飲食 大陸有經久飲食 臺灣也有經久飲食 中秋節是要來臨的 那中秋節來講 是不是有一些題材性的一個表現 再來國慶的一個行情 有沒有每年來講 十月光輝的一個十月 也有國慶的一個行情 再來總統大選項政策力多 這是我們看到在九月題材的部分 當然這些都是在國內題材當中的一個發酵 但九月份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聯準會 聯準會會不會升息 這會不會壓著這些題材 這也要注意的 但是講到現在如果真的還是會怕九月份有一點壓的話 其實是好事對不對 剛剛我們有講你九月如果跌 反而是當年的低點 說不定會來一個當年的低點 然後來一個第四季的反攻行情 壓迴是給你找機會點的 但是機會點很重要是要會挑 剛剛漢長一直講 第一選擇重點的選擇就是挑股 這次是挑股 質量高的基優股 把它列出來條件 對人家說跌時重值漲時重視 所以現在在跌的階段 在修正的階段那你就要是選擇質量高的一個股票 然後位階在處於在低檔低位階 最好你不要去做追告的動作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戰略 一定是用低階的方式來做操作 所以看到說最近我們把它提到幾個族群 應該都有配合到 剛剛提到的這個題材性的一個表現 第一個軍工 軍工有航太大展嘛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提出到漢翔還有JPP 那漢翔還標的寶一 對 寶一今天也很強 所以你看到龍頭指標股一定是漢翔 因為這次來講 而且公司的法售提得非常好 那獲利表現不錯 只是說最近股價講已經連漲了幾天 建議不要去做追價 沿著五日線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有壓回來再用低階的方式 反而會是比較好 現在六十一五日線是五十九 其實也很接近 對 沒有這種這麼近就要下手 我認為是可以的 因為畢竟來講這個底部是形成的 一般來講的話 他壓回來幅度一般都不會太大 而且現在來講資金開始 有些從AI轉出來的話 那如果配合到剛剛提到政策 總統大選要到了 政策題材方向來講 應該有極有呈現一個正當性 那為什麼不選強一點 積極一點賺那個短錢的寶一呢 我認為這個是每個人操作的一個心態的一個問題 我說我們也有列出寶一 那寶一算是很強 這個簽伏機密剛剛也提到也很強 可是問題很強 風險性就比較高 所以你要選擇到你自己操作的心態 你自己能承受的一個風險到底是如何 你是積極型的還是我是保守型的 保守型的選穩定的股票 積極型的你可以選擇這種很重的股票 可是很重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找買點 而不是用最高的方式來做操作 因為畢竟來講也漲得蠻多的 是 所以你會比較建議 現在你要軍工的話 你會選多看一點和想 對 因為已經連續漲了三四天了 應該會開始進入到震盪了 所以應該是震盪壓回來的時候 找機會點 好 這是軍工 蘋概股九月重頭戲 蘋果要來 我認為剛才提到了 如果蘋果這次發表是真的 搭上的Type-C 應該也會啦 應該百分之九十幾的機率 應該是很高的 可是在Polo這部分來講比較有 因為畢竟來講要符合到歐盟 2024的發揮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邊來看 我認為最具爆發力的應該是創維 創維來講為什麼講創維 其實創維來講 原本就是出貨給蘋果的Type-C的 一個轉接口的一個晶片的個股 那以創維來講 當然過去的一個世紀表現 開始從谷底回升上來 我們要畫一張圖 如果說以去年第三季 一別是0.27塊錢 可是到下來的接近是負1.05塊 大幅的一個回跌下 因為整個庫存的調整 可是到再來的話 就是負0.32塊 你知道到0.32塊 然後到上一季來講 已經到了多少 0.42塊錢 如果你從這張表 這張圖看得出來 它谷底是不是已經過了 這裡的毛利率是21% 這裡的毛利率是42% 毛利率已經呈現倍數的一個成長 所以如果說創維 原本就已經出貨給蘋果的Type-C的 轉接口的一個晶片 那如果說這一次真的發表的新機 有搭上Type-C的一個題材 那你說創維是受益最大的一家勾資 今天才剛剛站回到月線 對 股價來講也算屬於在低檔 算低檔的 在低檔 在低檔 加位區 逐了一個小底部之後 慢慢爬升上來 而且今天也出量 外資也站在買進的一方 所以反而股價來講的 應該有機會配合到這個題材 慢慢往上就 好創維的部分 現在是103塊 像這樣的個股 剛好在月線附近 如果三天內都守住月線 月線也是個買點 對 沒有錯 我認為這邊來看 當然如果說明天有稍微在震盪壓回來 你看這邊的支撐力大應該很強 因為連續幾天都盤在這裡 低一點都沒有破 當然這個位置去支撐應該會更強 所以你可以選擇稍微壓回來的時候 再去做一個承接的一個角度會比較好 好 這創維的部分 平蓋股 那半導體的部分 聯發科原項 最近聯發科 反而在台股壓回當中 他反而止跌了 對 沒有錯 剛才提到 其實有台北的一個半導體展要展開 那你知道 最近的國際的半導體協會所發布出來的 半導體這個所謂的指數 半導體的一個銷售額 已經連續四個月 從谷底區開始回升上來了 也代表說 半導體來講的應該谷底也過了 開始有回升上來的一個跡象 所以如果說以聯發科 角度也足出這樣一個底部 慢慢爬升上來 可是今天比較不好的地方 是留了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剛好遇到季線反壓了 對 整數關卡七百塊 所以反而如果說以最近來講 外資也站在買進一方 那已經連續漲了三天 今天留上影線 可能明天會稍微震盪 整代震盪壓回來之後 配合到我們提到的三個買點 當然這種剛上來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用第一個買點 尋求小時線有壓回來 另外切入點方式來做切入會比較好一點 聯發科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在七百零一塊 季線附近找買點 對 但今天剛好就是在碰到季線上央 反壓留一點上影線 對 但七百元有手 對 壓回來的時候可以尋找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 接著呢 作帳股 你也特別有挑了 最近來講 也提到做帳股 過去這個禮拜投信買第一名 就是誰 就是聯電 買了七千三百多張 我們覺得很奇怪 上禮拜再說 買了五千多張 那其實聯電這一波很弱勢 那投信為什麼一直在買 應該看老堂的一個殖利率 配息還不錯 所以股價獎 其實算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表現 可是在這個位置區 已經獲得比較強勁的支撐了 今天比較不好的地方 也留了一個很長的一個上影線 有的代表說其實上漲壓力依然還是很大 應該是屬於植穩有餘 要大漲不容易 對 大漲還是不容易 因為其實投信有買 沒有錯 已經買了蠻多的 可是他是一路越跌越買 那代表說其實他有在做一個 承接的力道 應該有機會在這邊稍微去做植穩 可是這種用大型股 你說要馬上坦升大漲 看外資臉色 對不對 也還是不還是很難 所以應該是屬於植穩的一個架構 那如果配合到營收的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啦 你去看七月份營收 可以創下歷史新高 或接近歷史新高的這些公司 其實在八月份來講 應該都有進一步去做一個走高 包括喬威亞 包括像GPP K1 那我們上個禮拜也提到GPP K1 就是跟大家提到 財報還沒有公佈出來 因為KY股 財報公佈的時間點 就是在八月底 所以我們講完之後 隔天就公佈出來 所以股價來講也往上拉升 可是你看他還是屬於一個震盪向上的 因為他也有航態的一個題材 也有AI所謂的伺服器機櫃的一個題材 所以股價講應該是屬於震盪向上的一個走勢 應該是適合拉回來去做低階 等戰營收公佈的一個利多 好 這我們看到今天股價是一百四十五塊 守住所有均線 均線都是多方排列 只是上禮拜五的一個強攻 今天呢 雖然反彈但流上影線 對 流上影線 剛好在一百五附近 今天的這個反壓一百五 好 這是我們看到 剛剛從質量高的極有股來做挑選 從不管作帳的營收的條件 或者是最近法人又比較積極買超 然後題材正熱的來檢視 謝謝暗誠告訴大家 好 這次講到了這種所謂的質量高極有股 做挑選 這會不會也是在你九月份找機會買股的 這個時刻點當中要注意的 那能夠在九月買股 效到年底嗎 就持續觀察了 待會回到現場則講到 最近幾天能夠有笑容的個股 是不是這些呢 MACI新增成分股 這個禮拜就要生效了 剩下這幾天 他會不會有反應 精選出八加醬告訴你 他的續漲空間 馬上回來告訴你 不好看 frequent作是 這百分回應 十分給我們 長談 對 不 她